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做完任期 这是政治人物跟选民的一个约定 也是一个契约 那也是这次我们的总统当选人 我们赖清德总统 他所说的话语的本意 因此呢 做完任期是正常 没有做完任期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说我想在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听到 有什么样的人跟我提到这个问题 那至于地方上的船 你就让地方上的船 民进党内的这个民主的表现 那真是好的啊 我们都是很期待 他们都是君子之争 市长本身有没有说比较主意哪一个 作为党员 我当然会有自己的 投下自己神圣的票 但我相信在这个竞争 应该是君子之争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民进党是民主的政党 展现民主风度的竞争 也是应该的 传出了谭市长黄伟哲要入格消息 那么民进党立委陈廷飞 他特别来表示 问过了党主席赖清德 强调不可能 现在的县市首长都会做到任期结束 而国民党立委信用界 就要陈廷飞不用召集 还说绿云为了市长出选 两派之间已经是互不相让 在某一个场合 听到说 环伟哲市长不会坐满 然后呢 就会由谁来接任 然后要为谁来助攻 那大家就传进来给我的line 然后来反映这件事情 那是刚好昨天在终止会会后 那我就直接拿这些资料 然后问一下我们的赖主席 主席很清楚 斩钉截铁说绝对没有 然后也请我可以帮他澄清 在台南 就是要帮我们赖总统把柄做大 结合更多的力量 挺赖的力量 然后呢 作为他最好的一个依靠 而不是好像故意要搬石头 让赖总统来担 其实陈委员不用急 那黄市长入阁的几率很低 自从光电案他被调问以后 在今年的12月25以前 是任期不过班 那是变成要重新补选 那12月25以后 如果代理的话 恐怕是在这一次内阁里面 没有看到的陈美龄 那陈委员他是担心在 市长初选的过程 他会被做掉 这一次选完就开始进入初选 恐怕不到三个月 就会刀刀剑骨 那砍了两年以后 说实在的是施衡遍野 他们现在台南市啊 两边极度动员 虽然说嘴巴讲 不用代理人战争 两边阵营哦 现在是谁不让谁 在内阁的部分呢 在台南有传出 台南市长黄伟哲不会坐满任期 要入阁了 并且中央会派代理台南市长 不过民营党立委陈廷飞 也表示说询问了那个赖清德 那么在这个部分 陈廷飞表示说 赖清德说绝对不可能的 现任的首长都会做到结束 由他来澄清 在这个洪伟哲的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新的国安的部分 国安团队 郑文灿秋锤镇之中派 现在单纲就是两岸的重任 被解读是对大陆 释出善意的橄榄枝 那么准总统赖清德也提到了 两岸执政党负责任的展开 两性对话 准总统赖清德 新内阁国安人士亮相 前屏东县长潘梦安 担任总统府秘书长 林娇龙组长外交部 国防部确定有文人部长 顾立雄接任 未来国防的工作 不单是国防的业务 也必须要进行社会沟通 文人国防部长 民主的国家并不少见 我感觉担子很重 清楚国防的战略目标 我们一起合作 打造现代化的劲 另外国安局局长 由蔡明彦留任 国安会秘书长 则是先任外交部长吴钊燮 退附会主委找来 精力丰富的先任国安会 首席资委严德发 而亮点落在 两位支中派等人事安排 分别是陆委会主委邱锤镇 以及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燦 被解读是对中国大陆 递出的橄榄枝 想要善用他 推动两岸情势往好的方向 正面的方向来发展 两岸关系是台湾民主和平 动摇的资助 赖总统在当选 就已经表达了善意 来行的5209之前 再向对岸示善意 党内中指挥就以党主席身份 首度喊话 希望由两岸执政党 负责任的展开良性对话 而大陆国台办也透露 希望加速松绑 和推动双边观光 两岸能否在新政府时代展开善意交流 争认促进和平 成了全民期待 最有感的胶原蛋白生态 即日起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养颜美容增强行动力 打造有感每一天 小包装好携带 成分天然零添加 无锡药 不含重金属 安心食用 两款包装给你满满胶原蛋白 桃红包装助养颜美容 蓝色包装增强行动力 心动了吗 现在就上快点购一起健康下单吧